哈喽大家好 咔咔又跟大家见面了 最近在国内掀起了一阵宠物热 无论是可爱傲娇的小猫咪 还是贪玩忠诚的汪星人 都是大家钟爱的宠物 猫有九条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可你们知道狗有几条命吗 那就让这部电影《一条狗的使命》 来告诉你答案吧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只流浪狗 还是一只非常可爱的汪星人 要被狗贩子拿去换钱的途中 被遗忘在了车上 途经的伊森把他救了出来 并把他抱回了家 然而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不过一口难敌两嘴 在伊森与妈妈的苦苦哀求下 父亲还是同意了 还给伊森取了一个名字贝利 卡卡难以想象世界球王 听到这个名字时候的感受 然后呢伊森度过了与贝利美好的玩耍戏 并且还教会了贝利橄榄球 可是好景不长 父亲因为工作生殖需要 邀请领导夫妇来自己家中用餐 结果是的 被伊森和贝利搞砸了 父亲因此失去了工作 并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家庭关系也一度紧张 长大的伊森在游乐场 认识大美妞汉娜 并一起相约上同一所大学 只要贝利可以在橄榄球比赛中 获得冠军 毫无疑问伊森在人生中 最重要的这次橄榄球比赛中 获得了冠军 可是当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被嫉妒他的同校生放火烧了家 如果没有汪星人贝利 他可能早就嫁着仙鹤西去了 虽然生命没有遭受到威胁 但还是因为跳楼腿部造成的骨折 从此成了一个瘸子 一条腿对于一个橄榄球运动员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了吧 电影的情节总是按照电影的发展去设置 果不其然 伊森跟大美妞汉娜分手了 自己上了农业大学管理着祖父的农场 而贝利呢 因为肾衰竭而死亡了 似乎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 贝利转生来到了一只警犬身上 主人是一名警察 并给他取了新的名字 卧利 每天接受着警务训练 过着别一样的狗生 也蛮好的 不过呢 在随后的一次出警任务中 卧利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 被歹徒 枪击身亡了 于是他又转生到了一只科技犬杀 主人呢是一个女黑人学生 当他遇到一只卡卡说不上品种的黑狗时 似乎像是遇到了人生真爱 并且真的成为了一家人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必定也是狗之常情 是的 科技犬在主人家度过了完美的一生 最后转生来到了一对年轻情侣家 不过很快的就被抛弃成为了一只流浪狗 在他流浪的一次偶然中 他闻到了他身为贝利时熟悉的味道 一点点的寻找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 看到自己的老主人伊森 他内心开心雀跃 直接扑到了伊森身上 然后因为外表的变化 伊森还是没有认出贝利来 贝利随后开始漫长的自己证明阶段 先是把伊森曾经的情人汉娜引回了家 两人重归于好 也举办了浪漫的婚礼 最终又用橄榄球的方式 让伊森认出了自己是贝利 从此一家人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这个故事典型的催泪温情篇 四生四世 十里农场 四次轮回 只为遇见你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我们下期见